本地组转售价连续5个月攀升 同时上个月有13个销售单位 售价是超过了100万元 同10月份相同 首11个月的100万元以上的交易 共有72级创下新纪录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的预估数据显示 上个月的整体组转售价和前一个月相比上升了1% 其中成熟区组转售价上升0.7% 非成熟区则上升1.3% 和去年同期相比组转售价也上升5% 上个月的组转售量达到2331 比前一个月少了4.3% 但是同去年同期相比则是大幅的增加了21.7% 11月最高组转售价是达士领摩天的一个五房市单位 以124万8千元转售